今天咱们做鱼丸,干净无天家,吃着放心 真材实料,比买的更香更好吃 首先切一点生姜 和葱段 泡一些葱姜水,给鱼肉去腥味 加200毫升清水,浸泡半小时 准备一斤左右去皮,去骨,去掉刺的鱼肉 我直接买了冰冻的海鱼 尽量选用刺少的,没什么腥味的鱼 将鱼肉切成小块 用料理机或者破壁机将鱼肉打成泥 将之前泡好的200毫升葱姜水倒进来 加一小勺胡椒粉 胡椒粉也是用来去腥味的,并且效果非常好 再加一勺半的盐 一半打十几秒就完全成泥了 把打好的泥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盆里 加150克淀粉 用筷子搅打上劲 可以像我这样多用几根筷子,效率更高 始终朝同一个方向搅打15分钟左右 这一步虽然比较辛苦,但是却很有必要 打得越起劲,鱼丸的弹性越好,口感也越好 搅打成这样比较有粘性的鱼团以后,就可以开始做鱼丸了 可以抓一团放手心,利用虎口挤出丸子 我今天用了一个这样的工具,不用弄脏手 一勺一个还挺方便 锅里多加一点清水,先不开火 丸子全部做好以后,再将水烧开 水开后转中小火,煮大约七八分钟就熟了 等鱼丸全部浮起来以后,就可以捞出 自己做的干净无添加,可以放心给孩子吃 吃不完的可以放冰箱冷冻,随吃随取 给大家看一下这鱼丸的弹性有多好 爽滑又Q弹,煮火锅很不错哦 感谢收看,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视频见